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年前发生了什么事呢 大家我想都知道了 2003年SARS在台湾造成了一波疫情 而且也很遗憾地夺走了很多生命 有一天我在上急诊 在急诊上班的时候呢 急诊和平常非常非常不一样 异常的犯常 我当时服务在一间区域级的教学医院里面 急诊室人来人往 嘈杂拥挤 然后是每天的固定的一个景象 自从我投身急诊工作 从医学中心的训练到后来到区域级的教学医院 台湾的急诊室 几乎没有一天不是这种景象 大家生病的大人小孩受伤的 然后总是会听到小孩的哭声 病人的身影声 有时候甚至会有急性骨折的病患在哀嚎着 急诊室的医护同仁似乎也见怪不怪了 大家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 照顾着自己的病人 但是因为SARS的疫情 一些病人都不来医院了 大家总认为说 自己照顾药局吃个药 观察一下 有些病也会好 所以急诊室变得异常的冷清 只有少数的病人躺在床上 接受着医生的治疗 每一个同仁 他的装扮也和平常不太一样 大家穿起了一层又一层的 防护衣不仅戴了口罩 戴上了头 发帽 甚至连防护面罩也都把它戴上了 这个变成这几天我们的标准配备了 大家 你说趁着难得的轻松时间吗 其实大家也不尽然 因为大家心里面也着实有一点紧张 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送来的病人是什么病人 但是我们很确定在这种期间会送来的病人绝对不是小病 绝对不是轻症 因为他一定是严重疾病才会在这种期间会被送来医院 大家坐着 互相张望着 互相聊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听到救护车的铃铃声再响起来 而且越来越近 我们就想说 这是什么样的病人会被送进来呢 结果救护车到达医院的急诊室大门 救护车的门被打开之后 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紧急救护员 我们叫消防弟兄 推着一个很年轻的病人 从单架上直奔我们的急诊室而来 这个年轻人看起来不是很好 因为他的呼吸有点急促 而且他的表情非常的不舒服 进来了之后还没有挂号 我们的消防弟兄 我们的救护员就用一种 有点请求医师的口吻 就说医生拜托了 这个病人就交给你们了 我们这位弟兄就交给你们了 我们这位弟兄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后来就告诉我说 他是一位新到单位里报到 只服务了几天的一位新来的弟兄 他很年轻 他刚毕业 他目前正在服役当中 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 替代医男 他被分配到消防局 做紧急救护的工作 我们就把他送到急救室 接上了监测器 给了氧气 氧气的浓度确实不高 他是处在一个缺氧的状态 我们大概很简单的问了一下病死 是什么情况 不舒服几天 然后这个时候 护理人员量测了体温 发现他正在发烧 然后送他来的学长们 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怀疑他染煞 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会这样怀疑呢 因为他说 前几天他和我们出勤的时候 我们再送了一位发烧的 呼吸急速的病患病人到某一家医院 后来我们得知那个病人被确诊为SARS 所以我们怀疑这位和我们一起出勤的新来的这位弟兄 他也可能被感染 大家听到这个病死之后 大家立刻警觉性就被拉起来了 本来大家的防护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我们又再重新检视了一下我们的防护的装备 是不是有漏洞 是不是有某些地方没有防护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开始了几个动作 第一我们打电话到勤务指挥中心 就告知我们可能有一位疑似的个案 那如果有可以的话 其他的病人先不要送到我们医院 第二我们就把上在 留在急诊室诊治的病人 尽量尽快的做了一个清空的一个措施 因为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染杀 但是从他的病死 我们不得不怀疑 他可能被染杀了 然后我们快速的叫了移动式的S光片 到急救室帮这位年轻的弟兄 去照上S光片 S光照完结果出来之后 大家的压力更大了 因为他真的就如刚刚松台来的学长所说的 他是一个两侧静润型的肺炎 依他的年纪 这绝对不是一个典型的肺炎表现 一般我们讲的非典型肺炎 就是他刚刚造出来的S光片 所显现的一个变化 所以从他的接触史 从他的职业 他的工作 再加上他的临床表现 以及后来的S光变化 我们几乎断定 他真的可能是染杀了 病患呼吸越来越急促 他一直告诉我他很不舒服 我们正在犹豫着要不要帮他插管 后来我们还是帮他插了管 插了管之后 因为他本身是清醒的 我们知道插管 清醒的人插了管之后 他会非常不舒服 所以我们也给他施予了短暂的麻醉 让他暂时先睡着 这个时候我们又清空急诊室的动作就越来越大 我们几乎让所有的病人离开我们的急诊室 或是转到别的医院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急诊室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在急救室里面 我们正要想着下一步怎么帮他做处理 17年前台湾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多的负压隔离病房 我们的急救室 我们的空调也并不是独立空调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有这么危害人体健康的一个病毒会出现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它是不是仅止于飞沫传染 还是它有空气传染的可能性 怎么办 我们请医院的同仁把急诊室的空调关掉 因为我们的大楼它是一个桶 它是一个中央空调 所有的空调是不同空间 是用同一个循环的系统的 我们担心急救室的病人 他所扑出的一些空气甚至飞沫 会透过我们的空调 会飘移到其他空间 会感染到其他病人 我们关了空调 我们把急诊室先清空 平常可能会塞三四十个 四五十个病人的急诊室 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 我们开始替他寻找 下一个可以收治治疗他的地方 我们先透过我们的勤务指挥中心 询问有没有哪些医院 有负压隔离病房 但是很遗憾的 那个时候第一时间 我们并没有马上得到 可以收治他的单位 所以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把急救室当作家户病房 当作一个没有空调的家户病房 在里面单独照顾他 急救室的门 大家也看过 他并不是一般的病室 他没有玻璃 在外面是没有办法透视到里面的 这个是一般 我们在一般急救的时候 顾及病患隐私所做的设计 急救室 它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一个空间 可是如果是家户病房 我们通常为了照顾的方便 我们常常会在家户病房的门上 开一个小门 让外面的医护同仁在经过的时候 可以随时监测 或是看一下病患的状况 有没有变化 但急救室没有这种设计 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一组人 随时在他的身边 给他做不间断的监测 或是临时需要的医疗处置 比方说抽谈 比方说血压监测 比方说药物的给予 这个时候 急诊室有几个护士 大家其实心里都很恐慌 怎么办 但是职责所在 所以大家也只能 轮流着进去照顾他 在一个封闭的 没有空调的急救室里面 和他独自待在这个空间里面 大家后来工作分配好之后 大家决议 我们一个人待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做换班交替照顾的一个决定 为什么说两个小时 那为什么不长一点呢 因为你的防护升级到最高防护之后 又没有空调 那种环境下做这种防护的照顾 是非常辛苦的 你可能半个小时之后 全身就吃透了 你可能一个小时之后 你戴了N95的口罩 你的呼吸也会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两个小时到了之后 我们的第一位护理同仁就出来 换第二位护理同仁 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第一位的同仁 好像卸下了心头 千斤万斤的石头一样 他会松一口气 但是你会发现 进去接地的护理同仁 那个时候他的神情是非常紧张严肃的 好像要赴战场一样 两个小时到之后 又再要换第三位护理同仁要进去 这个时候要换进去的时候 那个护理同仁他突然犹豫了起来 他好像有话要对前面的护理同仁讲 什么话他并没有说出口 不过他的眼神 就是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他不方便进去 或是他不想进去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这个是一种职责 这是天职 大家每个人都有照顾的责任 你为什么只有你因为紧张恐惧不安 就可以免于照顾的责任呢 所以当大家每个人都看他 就说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你应该快点着装进去照顾病患的时候呢 他这个时候 他慢慢的用很小的声音 告诉他的同事说 我能不能不进去 因为我怀孕了 在台湾大家都知道 怀孕的早期 在怀孕的前两三个月 大家不能把怀孕的消息告诉别人 认为这个可能不利于后面妈妈和小孩子的命运 可是这个时候 他不得不说出来他怀孕了 他希望有人可以帮他去承担这个进去照顾 一个染刹的病人的工作 这个时候大家 你看我 我看你 这个同仁 几乎用一种祈求的眼神 希望能够有人 能够帮他去分担这个照顾的工作 几秒钟过去了 大家好像没有交谈 但是也没有达成公司 大家也真的不知道 谁要去帮他 这两个小时的照顾工作 这个时候只看到第三个 要进去怀孕的我们的复理同仁 眼中可能都要泛出泪光了 他大概知道如果没有人进去照顾 他必须要照顾 怀孕照顾染上危不危险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疾病 他会不会感染我们的护理同仁 会不会感染我们的医疗团队 感染之后对怀孕有没有影响 没有人知道 但是就在他要准备着装的时候 我们发现第一位照顾的护理同仁 慢慢的又戴起了他的头罩 慢慢又换上了N95 然后给他的眼神 把他的手举起来 搭在他的肩上 只讲了两字 我去 那一瞬间 其实你会发现 帮助护理同仁的人 他心里面也承受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被帮助的护理同仁 他心中也有非常非常大的 无奈和感激 那种情绪是交错在一起 我们不知道他只是感激 还是觉得亏欠 帮助的人 他也不知道 他是出于一种同事的爱 还是出于另外某种 复杂交错的情绪当中 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 第一位会同仁又进到里面 在做两个小时的照顾 时间从来没有觉得这么漫长过 当一段时间过去之后 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些资源 我们可以把这位病患 转到能够照顾他的 有抚押 隔离病房的家伙病房去了 几个小时过去了 大家这个班下来之后 很多人全身湿透了 很多人心里五味杂陈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又发现 替代一男的母亲来挂急诊了 因为他的母亲被通知 如果有症状 他必须要尽快看医生 他的母亲也发烧了 他的母亲后来被收治在医院的隔离病房 过了一天 其实我们的挂号同仁 他也告诉我们说 他也发烧了 是不是真的发烧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或许发烧只是一种主观上的感觉 但是大家在那种恐惧当中 其实是让大家非常非常沉痛的 非常非常沉重的 还好后来我们的工作同仁 和替代一男的母亲 并没有被证实染杀 但是很不幸的 我们这位新加入救护工作的这位小弟兄 他染杀之后 不幸身亡了 在很多历史的世界里面 我们学习到很多 防疫工作很困难 但是17年前的经验 也确实给我们台湾的医界 上了非常非常珍贵重要的一课 然后我们用这些经验 来照顾今天的疫情 我们希望台湾的疫情 能够平安度过 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甲卫医师甲叔叔 喜欢甲叔叔说故事的单元吗 其实健康多一点 不是只有说故事 还有很多的味觉知识 还有很多的营养知识 如果你喜欢 我们也欢迎你 不仅是透过FB 还有不要忘记 YouTube也已经上架了 欢迎你订阅 然后帮我们去留下您的感想 给我们的建议回馈 如果你喜欢 也希望您透过 你的介绍推荐 让您的家人或是朋友 一起来订阅收看 健康多一点